哀歌 耶利米哀歌呢 大家只要看到其中 这哀歌这两个字呢 就晓得耶利米呢 他为了他的国家民族呢 哀求痛苦 他心中所充满的歌 都是哀歌 那其实呢 我们读以斯帖记 本来也是发现 以斯帖当时所处的环境 也的确让大家只能唱哀歌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波斯帝国 竟然颁布了一道预旨 就是要把全国一百二十七省中的 所有犹太人全部杀入灭绝 你想想看 这是何等残酷 何等这个产毒的一道圣职 要杀灭所有犹太人 犹太人乃是神所特别拣选的民族 神命令犹太人呢 乃是要让他们超乎万族之上 而且他们在地上的工作职场 做学习做生意呢 都是要居上不居下 做手不作为 可是犹太人呢 因为他们的国被灭亡了 如今却要遭到王族灭种的命运 只能不唱哀歌呢 那以色帖记呢 短短的十章圣经 可是这一部微小说 却充满着非常奇妙的高尚的启示跟真理 所以我们今天呢 还是要来思想 以色帖记 因为以色帖记呢 其实充满着奥秘 充满着启示 又充满着情节 高潮迭起 引人入胜 而且相当相当戏剧化 所以当你呢 一认真读以色帖记 你一定会爱上以色帖记 因为以色帖记呢 会帮助你的人生大翻盘 对你旁边讲 帮助你人生大翻盘 帮助你人生起来 请把大纲放出来 每一个人生在世上 的确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 那如何从不如意变成如意 如何从输转成淫 如何从死进入生 需要有大翻盘的恩典 需要有逆转胜的契机 所以我们上礼拜呢 从以色帖记读出了 如何化大危机为大转机 那今天呢 跟大家思想的是 如何大翻盘逆转胜 还没有出来要大方 来大家说 如何大翻盘逆转胜 我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要大翻盘 我要逆转胜 上帝啊 我要大翻盘 我要逆转胜 这个大翻盘呢 那个意思是 本来 人生 不管在做生意 不管在婚姻当中呢 表面上看是 全盘皆输啊 但是呢 当你愿意祈求祷告上帝呢 上帝会让他 散打之间 全盘皆辱 哈利路亚 你想要吗 从全盘皆输 变成全盘皆辱 然后由逆转胜 然后呢 逢胸化吉 出死入生 所以 我们看 以色帖记呢 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奇妙 太多太多的亮光 那以色帖记呢 全部只有十章的圣经 你说是不是一个微小说 那第十章呢 只有三节圣经 哇 节语呢 非常非常快 非常亮 非常爽啊 节语节的 因为发现 整个 尤大族 加上莫迪改呢 他们的的确确 反败为胜 扭转乾坤 而且出死入生 欢喜快乐 那以色帖记呢 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数字 这个数字出现之多 让你去无法想象 一开始提到说 波斯帝国呢 他同管了欧亚非三州 全部有127省 所以至少有多少省长 127省长 那有多少总督 我们中国啊 有梁广总督 对不对 那代表他管几省 两个省 所以总督可能管 两省 可能管三省 可能管四省 所以总督的话 有几十个 那 波斯帝国的国王 那个时候叫做 雅哈 水鲁王 他呢 大摆宴席 然后请着 总督 省长 文武百官 在他的展会期间 他要把他国家的个人的所珍藏的古董字画金银珠宝全部show off给所有人看 然后呢 一看就看了180天 甚至有可能180天天天都请大家吃免费的饭 而且是all you can eat 哇实在是非常盛大 然后呢 在结束之后呢 又请大家吃了七天的流水席 可以说是满汉全席 所以出现很多七 然后呢 有七个太监 有七个大臣 还有七个宫女 然后呢 又在他做王帝七年发生了特别大的事情 然后呢 哈曼这个人呢 又有十个儿子 然后呢 又出现第十二年 又出现第十二月 又出现十三号 这个我们中国人常常认为不吉利的数字 所以以西节以斯帖记有很多很多的数字 这些数字 如果我们把它全部给归纳分析之后呢 一定有很多很多属天的启示 值得我们继续去挖掘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三个重点呢 大家看到了没有 三个大纲 面对末日末座 然后呢 守住底气底线 然后期待改变改显 大家看到这个大纲 有没有发现 这短短的大纲当中呢 出现了谁的名字 末底改的名字 出现几次 出现几次 末日末日底气改变 这是第一次的名字 对不对 第二次名字出现在哪里 末座底线跟改写又出现 所以短短大纲呢 出现了两次的末底改名字 请问何牧师 搞出大纲 是不是要认真用心 还是随机巧合出来的 一定是花了心血付了代价 才能够整理出这样一个大纲 我们常常说 以色帖记全部十章圣经当中 没有出现上帝的名字 可是圣灵在感动以色帖记的坐子的时候呢 同样的 他其实是把上帝的名字 I am 还有把上帝的名字 这个鸭卫 全部都用密码的形态 隐藏在这十章的圣经当中 所以表面上看 没有上帝的名字 其实呢 你只要看到和牧师有莫迪改 莫迪改 出现两组名字 你就会发现 以色帖记呢 出现上帝的名字 总共出现五次 你说上帝 有没有非常奇妙 要让我们从人的眼睛来看 似乎找不到上帝名字 其实你用灵眼来看的话呢 你就发现上帝的作为呢 其实是无所不在 虽然你看不见他 可是他呢 却看得见你 而且他呢 关心你 照顾你 引导你 保护你 这就是我们来到火水德山教会 所敬拜 所信号的上帝 弟兄弟们 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三个重点 是非常非常棒的亮国 我们将来低头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 何等感恩 因为你把以色帖记 放在圣经当中 让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面临任何风暴 无论面临任何挫折 我们知道 只要有主 所有挫折就变成转折 所有危机就变成转机 天父我们求你恩待我们 有莫敌感跟以色帖的信心跟担当 好让我们能够经历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永生的主 你不受任何环境影响 你是掌控全局的神 天父我们求你恩待 让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人 再次从以色帖记得着真理 得着生命 得着道路 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如何大方盘逆转圣 就是我们要勇敢的面对 人生许许多多的 这个逆境 人生许许多多的苦处 人生许多的挫折 不要逃避 如同莫敌感以色帖 当他们面临 这样的一个大危机的时候 他们丝毫没有去想说 我要逃难 就好像目前 这个叙利亚的难民 大家蜂拥而出 然后就想办法要保命要逃难 可是 莫敌感 他如何来面对 他人生中的末日跟末座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以色帖记哦 以色帖当年呢 他也是波斯帝国王宫当中 波斯帝国整个国都 当时的中央政府 是 还有王宫呢 是在苏山城 听到苏山城 大家不要想到 京都有一个苏山起届 那个苏山是人民 这个苏山呢 乃至地名 是苏山城 那苏山城呢 当然有王宫 那莫里改呢 他在王宫当中 做什么 是做敬陪末座 是在王宫的朝门 看门的 那这个官呢 大还小 不是高干 不是高干 所以呢 他没有得着上帝的应许 说犹太人要居上 不居下 犹太人一定做大官 一定做大事的 结果呢 他做一个小官 敬陪末座 那小官就小官 结果呢 小官得罪 当时最大的官是谁 哈曼 哈曼可是 什么高干中的高干 是拥有最高权力 除了王之外 可是呢 他又 善于心计 大有谋略 所以他就借刀要杀贼 要杀他看不顺眼的莫迪凯 所以莫迪凯的生命就围在旦夕 然后呢 莫迪凯就要面临他人生中的什么日 末日啊 弟兄姐妹们 你今天年纪轻轻的 不会去思想你生命中的末日是哪一天 可是莫迪凯呢 当年虽然不年轻 因为按照圣经的上下文 我们晓得莫迪凯是以字贴的堂哥 但是莫迪凯呢 年纪可能大他 大他一倍啊 所以呢 就年纪来讲的话呢 他也不该这么早呢 就进入末日 莫迪凯呢 他心中当然想说 我呢 要为神真光 我呢 要从小官变成大官 可是 是官宦之徒 请问 容易吗 相当相当困难的 因为其中的奸诈阴险 不但后宫是如此 那正宫更是如此 所以呢 莫迪凯他在当天 竟然面临末日的一个危机 大家看一下圣经 看一下圣经啊 在第三章 第三章第六节 当时最最大的高干 三章六节 说什么 他们已将莫迪凯的本族告诉哈曼 所以哈曼呢 就下定决心要下手害莫迪凯一人 所以莫迪凯呢 要被哈曼给 什么 斗争给整树 而且呢 是要置他于死地 置他于死地 然后结果呢 再看第五章 第五章的第十四节 不但是哈曼 他有此心 要除掉莫迪凯 而且哈曼的太太 哈曼的朋友们呢 这些智囊团呢 更是给哈曼 出了一个策略 是什么呢 大家看五章十四节说 他的妻 希丽丝和他一切的朋友 对他说 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匠 明天早上呢 就求国王将莫迪凯挂在木架上 所以请问莫迪凯的命运是说 要被挂在 好 木架上 你可以想到 就等于是被挂在十字架上 一样的 这是哈 莫迪凯的末日 好 除了莫迪凯本人 因为他 跟哈曼 彼此之间 有一些愿由 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这个 的竞争 好 所以就造成了 莫迪凯 面对末日的情况 但是哈曼呢 他 竟然 他的 怒气填胸 他呢 最后决定是 不单单是要杀掉 莫迪凯 而且还要把莫迪凯的 全族 全部的同胞都给杀掉 那莫迪凯呢 他是犹太人 所以哈曼呢 他就想方设法 然后就运用谋略 竟然让国王下令 把全国一百二十七审中的所有犹太人都如何 都给灭绝 圣经当中用的字眼是灭绝 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 第三章 第三章 就是就要灭绝 雅哈水鲁王 通伯所有的犹太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 莫迪凯的本族 你说不但是 最书九族啊 而且最书什么 是全族 所有只要有犹太人血统的 男女老少 一个不留 然后再看到第三章第九节 王若以为美 请下旨意灭绝 他们又用一次灭绝 然后呢 再看第十三节 三章十三节 好 就是全然减除 杀戮灭绝 并夺他们的财为略物 这样的预旨呢 是透过当年最快的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快递系统 当年有快递啊 不是我们现在才有快递啊 那个快递 那透过千里马 然后 很快的就把王的御址呢 传遍天下 那 犹太族呢 他们面临末日 上帝应许 犹太族是在 换族之上 结果 因为他亡国了 他在波斯帝国呢 只成一个最 微小的 而且被歧视 或被迫害的 这个民族 而且如今呢 他们要面临 全族被 杀戮灭绝的 危机 弟兄弟们 你今天碰到的危机 有没有大过 莫迪感 跟犹大族 所面临的危机 有没有 没有一个人 有这样的 幸运或福分 碰到这样大危机 如果你碰到的话 你还要跟 真的感谢上帝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可以 有大翻盘 然后大逆转 感谢神啊 那如何 大翻盘 大逆转呢 除了要勇敢 面对之外呢 就是要守住 底气跟底线 大家说底气跟底线 底气是中国大陆的用语啊 中国大陆用语 那什么叫做底气呢 我们先来看 莫迪改他 这个人呢 是有底气 又有底线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章的 第二节告诉我们 当时 好当时呢 他所看不顺眼的 这个犹太人 莫迪改呢 来向他跪拜 而且经过国王的批准 任何人都必须要对哈曼跪拜 但是三章 二节告诉我们 在朝门的一切成仆 都跪拜哈曼 为什么呢 因为国王如此吩咐 可是有一个人 叫做莫迪改 他竟然如何 不跪不败 你看这种脾气啊 这种担当 这种勇敢 这种坚持 实在难能可贵 他不跪不败的原因 有很多 当然 包括犹太人 单单跪拜谁 赌一真人上帝 何况这位哈曼呢 他又是犹太人的世仇 因为 莫迪改呢 很有可能是扫罗王的子孙后裔 那 哈曼呢 他也很有可能 是当年亚玛丽王 雅甲族的后裔 所以他们呢 是相互之间成为世仇 那 莫迪改呢 他心中的骨气呢 他的这个底气呢 更是对这样的一个 什么一个恶人是坚决 坚决不贵不败 临死不屈啊 临死不屈 然后就造成了哈曼的怒气甜胸 那莫迪改还有一个底线是什么呢 大家晓得 他跟以慈天的关系是 胸跟胸妹的关系 请问莫迪改那个时候有没有老婆 不但圣经当中 找不出他有老婆 如果从历史 从考古从文献当中 也找不出莫迪改有老婆 那请问一个老男人碰到一个美少女 请问大家 会男女受受不亲吗 那个犹太人也有一种观念就是什么呀 不孝友善 然后呢 无厚伟大 那莫迪改呢 就偏偏看到一位这么美的少女 而且是他的堂妹 那请问 有没有动心过 有没有 没有 男人女人 说成实话 有没有动心过 当然动心的时候呢 不晓得 在道德伦理当中 他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思考 那个老牛吃人草 癞蛤蟆想吃什么 想吃天鹅肉 那你说癞蛤蟆有没有想吃 可是呢 他持守底线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 他收养的这位以色帖呢 是容貌俊美 以色帖的前途呢 不是单单陪他什么 陪他度过晚年 以色帖的前途呢 乃是要为犹太人 怎么样 争光要为犹太人 大翻盘 力转胜 如果莫迪改 娶了以色帖的话呢 请问以色帖还有成为王后的机会吗 有没有 就没有了 王后选 这个国王要选后 要选非选兵的话呢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要处理 而且从头到脚 什么 没有任何残疾 连一颗痴都不准有 外形 内心 那真的是 毫无 缺点 才能够有资格入围 所以莫迪改 非常有底线 他知道 他不能为他个人的男女之欢 他宁愿牺牲 进水楼台的好机会 而要让他的堂妹 也是他的养女 在适当的时候 要脱颖而出 结果真正机会来了 然后呢 没有想到 他的堂妹 他的养女呢 在选美大会当中 竟然厌贯全方 然后呢 被王后看中 当天就将王后的王冠 戴在乙瓷贴的头上 那莫迪改呢 他的梦想呢 就可以步步的实现 所以莫迪改呢 他极有底气 极有原则 弟兄姐妹们 你看看哈曼怎么样来 看 犹大人 犹太人是旧约的选民 我们基督徒是新约的选民 世人有没有这样看我们 大家看一下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分别跟见证 不能够同流合污 不能够随波逐流 以此天记第三章的第八节 这里告诉我们 犹太人 犹太人就是犹大人 所以这个名词呢 我们没有时间去解释 我们来看三章八节 哈曼对国王亚哈水鲁王说 有一种名 这种名呢 散居在国王各省的名中 他们的律力与万民的律力不同 也不守王的律力 弟兄弟们 我们是真神上帝的子民 的确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最高的律力 我们有一个最高的国王 我们的律力的确跟列方列国的律力不同 弟兄弟们 我们是不是被人认定呢 我们在外面当中有所不同 我们是否愿意坚持这样的一个见证 你说这个底气 这个底线是什么呢 你说如果莫理改当年 他在礼拜天 假定一定要上班的话呢 你说他上不上班 他的底气底线 肯定不上班的 如果莫理改当年是做生意的话呢 礼拜天生意是最好的时候 请问他礼拜天会不会做生意 不做 因为他有原则 有立场 他有底气有底线 正是因为他对上帝的律力 如此的认真遵守 他对上帝的是认真 所以当他遇到大危机的时候呢 上帝也必定对他如何 对他认真的 弟兄弟们 求主观众我们晓得 莫理改 他的确是有底气底线 到他临死不屈啊 可是莫理改很难做人 那为什么呢 你好汉做事好汉当 你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 结果因着你个人的坚持 害死谁呀 害死全部我们的 犹太人啊 弟兄弟们 这可非同小可呀 可是莫理改呢 他知道 谁负责 不是我个人负责 我只要行真理 我只要守真理 我的生命神负责 我同胞的生命呢 也是神负责 弟兄弟们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一个底线跟底气 我们来看以斯帖 有什么底气跟底线呢 以斯帖 他遇到莫理改 他的养父 他的堂哥 来向他求情 而且整个的问题 是谁造成的 大家说 是莫理改 造成的 所以以斯帖 很容易的 跟他的堂哥 或养父讲说 你还敢咒诅我呀 这个问题是你惹出来的 你自己去解决 你找我干嘛 而且我已经 什么 被打入冷宫几天了 三十天了 你叫我去 改变 王的圣子 你要我的命啊 王的圣子是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他已经决定要杀 全部犹太人了 我今天能做什么 而且 王已经三十天 没有召唤我了 王 目前是另有新欢了 我自己的前途都命在旦夕 你找我有什么用呢 以斯帖 很可能 按照他 如果没有底线的话呢 人还是人 而且在宫廷当中的 复杂斗争当中呢 他也会学很多很多的 狡诈跟诡辩的方式跟技巧 他可以讲说 我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宅超 我自然会看到神如何来为我们预备道路 你呢 好汉做事 好汉当 你不要牵连我们 但是以斯帖呢 你看 他何等的底气跟底线呢 大家看 二章的 二章的二十节 二章二十节 以斯帖 在成为养女的时候 听养父的话 是理所当人 可是以斯帖 这个时候呢 已经成为 王后了 成为王后了 他竟然 还是对 他的养父 堂哥呢 怎么样 百依百顺啊 大家看二十节 以斯帖 二章二十节 以斯帖 照着莫迪改所属负的 还没有将 籍贯宗族告诉人 因为以斯帖 尊莫迪改的命 如抚养他的时候 一样 说明以斯帖 他天性就 非常的良善 谦卑 温柔 顺服 但是呢 在宫廷当中 人很容易学坏 人很容易变得什么 变得复杂 变得聪明 变得有谋略 可是以斯帖呢 他依然留存 坚守他的赤子之心 那种少女的纯洁 然后呢 我们看 二章二十二节 当莫迪改 很幸运的 知道了有两个太监 想要暗杀国王的时候呢 莫迪改就告诉 以斯帖说 你呢 去报告国王 去查查看到底 真相如何 结果以斯帖是奉谁的名 去报告啊 圣经说 二十二节说 以斯帖奉 莫迪改的名 报告于王 以斯帖没有 浩大喜功 就王后来讲的话呢 他要讨国王的欢心 除了是 内在美 外在美之外呢 也要让国王对他的能力 对他的计谋呢 有所认知 可是以斯帖呢 他知道 莫迪改 发现两位太监要谋杀 国王 他怎么样 他就诚实报告说 是莫迪改 发现的 所以呢 就有史官写在历史书上 是莫迪改 发现 发现了 以至于莫迪改 就成了当时 国王的救命恩人 但是国王呢 竟然对这件事情呢 全然忘记 但正因为他忘记了 才能够考验莫迪改 他到底信心的底线 底气有多少 但感谢主 莫迪改的底气呢 是十分充足 然后 那以斯帖呢 更是如此 为什么呢 当以斯帖 他发现 发现 如果 他 擅自做主 要进王宫 见国王的话呢 按照当时的法律事 除非国王 招他 如果没有招他 他自己去建国王 他的命运就是 死入一条 死入一条 但是以斯帖呢 他的底气跟底线是什么呢 他底气底线 就说 我 若死 就死吧 我若死就死吧 他 非常非常的 愿意 以他个人的性命 来承担 这个死亡的风险 要让整个 什么 整个翻盘 从书变成瘾 然后呢 从死变成活 呃 他本来没有信心 因为他知道 是不可能的事情 王已经决定要杀全部 而且呢 已经下了什么 玉址 而且已经通行宣告天下了 王说的话 要收回 容易吗 是不可能的事情 哦 以斯帖知道 面对大危机 面对不可能 他唯一选择的是什么 就是祷告 怎么祷告 不是马马不呼呼 不是随随便便 怎么祷告法 是三天三夜 不吃不喝的 进食祷告 不单个人祷告 而且他的宫女祷告 而且是全部书参城中的犹太人 都要三天三夜 禁止祷告 弟兄弟们 我们如果面对一些关卡 面对一些回忌 请问你如何祷告 你如何祷告 圣经说 以斯帖是用三天三夜的 不吃不喝 连水都不喝 舒服吗 容易吗 我们一天不喝水 这一天天气格外炎热 对不对 你说三天不喝水 日子真难熬啊 但是呢 为了要让上帝的祝福 让上帝能力呢 能够从天上交换下来 以斯帖知道说 他的生命不能有破口 一有破口的话呢 那能力即使交换下来 也全部流出去了 所以必须要透过禁止祷告 把破口给堵住 当破口堵住呢 神的祝福就会留住 大家说破口堵住 祝福就留住 那如何堵住这个破口呢 不是以斯帖一个人 乃是他的团队 乃是全 书三城的同胞都一起透过禁止祷告 来堵住这样一个破口 然后呢 仇理就无缝可擦 就无戏可尘 然后神的恩典呢 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由上而下 所以以斯帖的理气呢 告诉我们 他是临死不屈 然后呢 死就死吧 死就死吧 那以斯帖另外一个理气更难能可畏就是 当他勇敢的去王宫要去见王的时候呢 当然神感动王就向他伸出金杖 以至于他就得着特赦 然后王竟然跟他说什么 说了三次 王后以斯帖啊 你要什么 你求什么 就是国家的一半 我都必赐给你 为什么他会想要把国家的一半给他呢 因为 因为 国王呢 他 180天 180天 透过展览他国家的丰富荣耀 目的是要这个登高一乎 召聚 居民同胞的向心 然后呢 要牺牲希腊帝国 希腊帝国 那亚哈绍尔王的父亲呢 当年曾经攻打希腊 但是却遭失败 结果儿子呢 他就要洗刷这样一个死路 我打 我东打到印度 西打到这个 打到埃及 然后呢 哇 结果呢 在欧洲那个地方呢 竟然希腊 这个雅典 大家晓得雅典就是奥林医克 这几天非常火热的啊 就雅典呢 我竟然攻下不了 结果呢 他派大军啊 去 再一次牺牲 希腊的时候呢 又惨遭瓦铁炉 所以他 班师回朝之后呢 就格外想念当年的王后瓦斯提 为什么呢 瓦斯提 这个人呢是个女强人 这个人呢是个女汉子 他不但是有美貌 而且他有智慧 常常为他的这个夫君国王呢 出谋划策 所以他就格外想念说 哎呀如果瓦斯提没有废掉的话呢 也许瓦斯提这次可以帮我打下希腊 打下希腊 结果呢 这一次没有打下希腊 他就想说 那我国家 版图这么大 那我现在还有这么大的版图 虽然没有扩大到希腊雅典的地方 可是我还有这么大版图 那这个版图呢 他就想念到他当年的王后瓦斯提 哎呀这个版图这么大 如果我要给谁啊 如果瓦斯提当年是顺命我 听我话的话呢 我给他一半我都甘心 因为当年呢 他替我怎么样 替我在这个工程掠地当中呢 是极其有功劳的 所以他这时候呢 自然而然就想到说什么 王后瓦斯提呀 王后瓦斯提呀 我就是将我国家的一半 给你有多愿意 听懂我讲的吗 他本来心中是想说什么 如果瓦斯提当年听他的话 他可以打下希腊 打下雅典的 结果呢 他当年就愿意赏赐给 以前的王后瓦斯提 结果他就把心中所讲的 口中就说出来 所以这时候就讲说 以赐天呀 我把我国家的一半都给你 讲了三次 代表他什么 他就认真在思想这个问题 真的想给人 所以代表瓦斯提是非常能干 那以赐天呢 其实也非常能干 有有谋的一个人 结果以赐天呢 他沉得住他的底气 怎么说呢 如果他马上说出口 要求国王说 把你下的玉址取消 请问国王会怎么样 其有此理 我下出去的玉址 怎么样 不能够更换 不能够删掉的 对不对 所以以赐天 很懂得什么 缓兵之计 以赐天呢 就先请国王吃饭 而且还特别 跟他讲说 只能邀请谁 只能邀请哈曼 只能邀请 然后说 那以赐天 也许亲自下厨 也许主 国王最喜欢吃了菜 那哈曼想吃什么呢 他也一定 调查清楚 让他们两个人 真的大快朵意 吃了开心 结果呢 国王又问他说 以赐天啊 你要什么 我就是王的 国的一半也给你 结果以赐天呢 还是如何回答 他沉得住底气啊 他说什么 他说 王啊 明天呢 你再到我府上来 再带哈曼来 我这吃一次宴席 我明天呢 就会告诉你 我要什么 你说是不是沉得住底气 如果他见到王 没有沉住底气的话呢 他马上大喊救命 又哭又闹 女人三法宝叫什么 一哭二闹三上吊 那你说国王会领教吗 不会领教 那以赐天呢 他就来一个这种叫做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杀娇战术啊 然后就 就什么 牵引了国王的心 让国王呢 就是 这个 有点那种什么 落吉落离忽影忽现的感觉啊 所以 国王呢 就被以赐天搞什么呀 搞得 昏陋转向的 到底 你这个王后想叫什么 结果 国王当天晚上呢 就睡不着觉了 但是睡不着觉有很多原因 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 一定还想什么 王后以赐天啊 你到底葫芦里卖什么官药 而且当天晚上呢 请问以赐天有没有跟国王睡觉 有没有 谁说没有 我认为是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当天晚上睡觉 一定有的 那 好 我们强调 以赐天呢 他守住了底气跟底线 他有智慧 他有温柔 他有谋略 他沉得住气 然后第三个呢 要如何大翻盘逆转圣呢 第三个就是 我们要期待 期待大翻盘 期待大整圣 就是要改变 要改写 那 莫迪改 他改变了个人命运 也改变了 什么 由大人的全职命运 然后呢 莫迪改 改写了历史 然后呢 那他的成就呢 实在是无法想象 我们看到以赐天的其中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角 这个哈曼呢 他是有权有势 他呢 有吃有喝 他呢 有儿有女 几个儿子 十个儿子 也许还都有媳妇呢 而且还有女儿女婿 都有可能 因为圣经当中 来看一下 圣经当中说 第五章 第五章第十一节 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 众多的儿女 所以他呢 是有 什么 有才 有势 然后有儿有女 而且还有妻子 还有朋友 所以这个人呢 应该是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 然后呢 更难得是 他还有自由 可以随意进出王宫啊 当时国王下令是 任何人不准 进王宫 除非我招你 可是哈曼呢 那天晚上 他也睡不着觉 结果他就进王宫 没有被王召见了 很可能还没天亮 还在备言当中呢 结果王睡不着觉 他一发现 有动静 然后就问说 院子的人是谁 结果呢 一报告说 是哈曼 按照当时的规矩 是什么 我没有招你 你竟然赶进王院 应该如何 应该猝死了 结果呢 不但没有猝死 王还立刻跟哈曼 说话沟通 而且呢 沟通的内容 哇那真是 代表他们的关系 是何等何等的亲密啊 代表他还有自由 可以自由进出王宫 可是哈曼虽然如此的 荣华富贵 大有自由 请问大家 哈曼快乐吗 哈曼一点不快乐 哈曼竟然因着一个人 让他怒气 甜胸满心 满心脑露 当他如此 好像处在忧郁的漩涡当中的时候呢 没有想到老婆不会去疏导他 老婆不会去劝误他说 哎老公啊 你现在是什么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你要啥有啥 你干嘛跟一个小小的 什么 犹太人莫离改过意不去呢 对不对 你干嘛自找苦事呢 结果老婆还出什么好主意 老婆讲说 老公啊 既然你不喜欢这个人呢 我们就把他干掉 怎么干掉呢 我们就做一个 五丈高的木架 不是五尺高 五丈高有多少高 你知道吗 电线杆有多高 电线杆大概只有两层楼 那五丈高大概有七层楼高啊 七层楼高啊 所以呢 老婆跟他的朋友呢 就出主意说 把你看不顺眼 你要整要杀的 得罪你的莫离改呢 把他挂在木架上 高高的悬挂在木架上 让他呢 杀衣锦衡 让全国能够警惕 知道说 我的老公有多厉害 弟兄姐妹们 莫离改 他本来期盼 他能够把莫离 就是哈曼本来期盼 把莫离改杀掉 最后呢 还要把犹大族全给杀掉 可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因着他们的禁食祷告 因着上帝亲自的干预跟参与 整个结局是 逢凶化吉 逢凶化吉 第一个逢凶化吉是 竟然 竟然 莫离改呢 能够穿国王的衣服 骑国王的御马 而且把当时的京城 就如同我们北京的 除了紫京城之外 还有北京城 还有什么 北京的一环二环三环 全给怎么样 全全部行走 然后 然后这个 让所有京城内外的人呢 都看见 莫离改怎么样 莫离改他已经逢凶化吉了 莫离改呢 因着他信号他的犹太人的真人上帝呢 他已经转为为安了 他已经转优为喜了 所以当时的书三城的内外的人都看见了莫离改 穿国王衣服 骑国王御马 而且是哈曼呢 在前头呼喊说 他是国王所尊重的人 所喜爱的人 你说莫离改 是何等凄惨 早上还意气风发 哈曼 结果呢 哈曼呢 早上还意气风发 不可一世 结果呢 晚上就吹头上戏 然后呢 就愁眉苦脸 所以呢 哈曼呢 代表的是犹太人的仇敌 也代表的是撒旦魔鬼 也代表的是 一些反基督的黑暗势力 反基督的黑暗势力 从过去直到如今 都有一种黑暗的势力 是反对基督的 是反对上帝的 但是呢 一个真正信号上帝的人 他们的命运一定会如何 一定逢凶化吉 对你自己讲 我一定逢凶化吉 我一定转悠为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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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莫离改 不单是有机会穿上王服 骑上王马 而且呢 他还拥有了国王的戒指 戒指代表什么 代表是 他可以奉王的名 随心所欲 只要 我莫离改 写出的意见呢 盖上王的戒指 就算是谁的意见 就算王的意见 所以全国的人都必须要顺从 顺从的 好我们看呢 八章八节 八章八节 如何的大翻盘 你转胜呢 八章八节说什么 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 写预指 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 因为奉王名所写 用王戒指盖印的预指 人都不能废除 所以呢 三月二十三号 就写上预指 而且通行天下 还特别用犹大人的语言跟文字 广播加上传授 三月二十三号 决定什么 决定十二月十三号这一天 十二月十三号 本来是哈曼抽签 跟王决定要屠杀灭绝 犹太人的这一天 十二月十三号 结果呢 现在的十二月十三号变成什么 变成犹太人的吉日 本来是凶日 结果呢 十二月十三号变成犹太人的吉日 因为十二月十三号呢 犹太人可以报仇 本来在这一天呢 犹太人全部都要被杀 结果在这一天呢 犹太人把所有恨犹太人的 所有这些亚甲族的这些黑帮 全然给怎么样 给杀灭了 我们说何等何等的奇妙 所以圣经说 整个犹太人就转忧为喜 转悲为乐 不再唱哀歌 而唱凯歌 唱乐歌了 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生命当中 哪有一个人不渴望 能够脱离忧愁 能够转悲为乐呢 但是该如何转悲为乐 如何出始入生 如何反败为甚呢 我们就必须要学习 第一个面对 第二个呢 守住第三个呢 要期待 期待 莫迪改 因为他期待 所以他让他的养女以色帖 进入王宫 他一定为他祷告 希望以色帖呢 能够被选为王后 结果果然事情成就了 那也正是因为以色帖 失宠三十天 也才能够显明 他信靠那看不见上帝的真实跟决心 以色帖虽然禁止祷告三天三夜 可是祷告之后呢 他不是说他就交托上帝 上帝你负责上帝你解决问题 以色帖还是勇敢的 付出自己的行动 勇敢的冒生命的危险 自己擅自进王宫建王 所以祷告 很好 但是需不需要有行动 还需要行动 自己要付上行动的代价 所以当如此天地人 互相配合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的结局就是 出死入生 然后呢 反败为胜 12月13号本来是犹太人的大凶的日子 结果变成大击的日子 然后呢 12月14号15号呢 变成是两天设宴欢喜快的日子 所以大家看到第九章 告诉我们 第九章呢 犹太人在过普尔节 这个普尔节呢 不是摩西律法所规定的 这个普尔节乃是因为哈曼抽签 普尔节的意思 普尔是抽签的意思 因为哈曼抽签出来 要杀犹太人 所以他们就纪念这个抽签的日子 然后呢 神恩待他们 恩待他们 让他们因着祷告祈求 竟然本来是凶日 结果变成吉日 然后呢 12月14号15号 13号是报仇 杀灭所有的仇敌之后呢 14号就怎么样 14号就设宴欢喜快乐 所以大家看第九章的17节 亚达月13日行了这事 14日安息 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 然后呢 但书三城的犹太人 这1314日聚集杀戮仇敌 15日安息 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 所以 吉日呢 变成了14号跟15天 14号跟15号 本来是一天 现在变成两天 神是双倍的祝福 结果犹太人呢 他们的确22节 22节说 犹太人呢 就脱离仇敌 得平安 转忧为喜 转悲为乐 在感恩上帝的时候呢 他们特别特别 赠送礼物 帮助穷人 神的心一直挂念 那些穷困的 那些生病的人 所以整个故事呢 让我们看到是喜剧收场 何等欢喜快乐 弟兄姐妹们 如何大翻盘 如何逆转胜 如何 三个重点 看一下啊 第一个 面对末日末座 面对末日末座 守住底气底线 守住底气底线 时代改变改写 时代改变改写 神让耶稣基督从天下来到人间的目的呢 就是要改变你的命运 就是要改写你的历史 整个西元是从耶稣降生之后 A.D.B.C. B.C.是 Before Christ A.D.是 On Dominion 同样的 整个人生的 人类的时间 因着耶稣基督划分 主前跟主后 同样你的人生呢 也要因着耶稣基督开始有信主之前 信主之后 神希望你信主之后呢 全然大翻盘 然后逆转胜 不再失败 不再忧伤 不再痛苦 而真正遇见这位犹太人的神 他是永生的神 犹太人的神 是被黑暗权势所惧怕的神 所以全本书当中 这句圣经我非常非常喜欢 大家来看一下 以诗天记六章十三节 是非常宝贝的经文 我们自己常常会认为说 哎呀我所信的神好像也不怎么样 但是不要忘记哦 黑暗的权势 他知道你的神是谁 就如同耶稣基督 每次要赶鬼的时候呢 鬼认识耶稣是谁 所以同样的以诗天记的六章十三节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到底是谁 我们的神呢 你确是万王之王 我们的神是 的确 撒旦魔鬼 非常惧怕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以诗天记的六章十三节 大家来念情 将所欲的一切事 详细说给他的妻 希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 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 希利斯对他说 你在莫迪来面前使而败落 他如果是犹太人 你必不能胜他 终必在他面前败落 哈利路亚 犹太人是旧约的选民 所有黑暗的权势 所有选民的仇敌 都怕犹太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犹太人是谁的选民 是神的选民 犹太人是上帝眼中的同仁 没有任何人能够碰上帝眼中的同仁 谁碰上帝的选民 神就要对付他 这是黑暗权势的一个认知 我们是新约的犹太人 我们是新约的神的选民啊 所以神的选民会如何 恶者并不能胜他 恶者在我们面前一定会败落的 阿们 恶者必定败落 大家说恶者必定败落 恶者必定败落 恶者必定败落 旧约还没有耶稣基督上十字架 吞灭死亡走出坟墓呢 莫迪耶稣跟以色帝就有如此的信心跟顺服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所信任耶稣是吞灭死亡 战胜邪恶的主 我们还能没有信心吗 求主帮助我们 历死的法则告诉我们 邪不胜正的 哈利路亚 何况我们所信靠的 来是真神的 耶稣基督是永生的主 哈利路亚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求你 给我们莫迪凯的信靠顺服 和盼望跟期待 也让我们真正能够知道 在人生遇到任何挫折危机 都是一个大翻盘 逆转上的大好机会 只要我们投靠主 只要我们哀求神 主啊 你必定彰显你的荣耀跟能力 主啊 让我们坚定信心知道 恶者必定败落 哈利路亚 如是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哈利路亚